卡卡罗扑 这次最难得的就是我们找到一只真的大神兽 大家在外面休息哦 觉得太大神了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神兽的这个传说 我用了那个传说 然后我以马来魔为参考 把它套在这个神兽的身上这样子 爸爸节目又回了 其实刚开始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觉得这个神兽的故事其实还蛮温馨的 也相对的在现在华人市场的戏剧里面 电影里面 很少会运用这样的戏剧的角色去完成 那从无道友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以技术性来讨论来讲的话 就会是从模型开始制作 然后接下来到骨架的绑定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写很多的控制器 然后再跟肌肉去做绑定 所以它在运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身体会有不同的形状的变化 就跟真实的人一样 要有人的骨骼 要有人的肌肉 所以我们在特定场景的时候 我们在毛发的设定上 就在CG跟人接触上面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假的人 然后真的去碰出这些CG的毛发 像里面有一场戏是 小朋友一跨上那个小货车 然后又要跨上去神兽 到它站起来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拍的时候 就想说它一镜到底 这样子来呈现 那我们在拍的时候 你会看到 小朋友一跨过去神兽的背的时候 他一坐好 然后就有四到六个大汉 就把那个轿子给抬起来 所以那个表演就很自然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要从摄影 海中央泡了很多小小棵的那个荧光球 就变成他们在寻找 在捞水母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一个共同的视线 让他们的演戏就会比较自然 好妙喔 在很多画面上面来讲 其实导演他有很多他的想法 那我们执行上面就是很痛苦而已 全CG的东西只要有一些变动 然后你又要去算到碰撞 流体 然后泡泡 然后又要把群众的水母种出来 这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在戏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大小神兽 然后发亮的蘑菇 发亮的水母 我希望出来的效果 观众在看的时候 他们也相信这个东西是存在 在这个电影的空间里面 有一天当你自己遇到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会相信 在这个电影里面 在这个电影里面 帮助她这个天啊 而是…… 了解